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林鄭在下午舉行了記者會 交代新一輪的防控措施 這些措施主要是分成四個方面 第一就是加強入境的管制 林鄭宣佈從今週三 即是25日凌晨開始 同時所有非香港居民就不能經過機場口岸入香港境內 為期是14天 另外所有從澳門和台灣入境的香港居民和非香港居民 都需要強制閉關14天 這是好事 起碼阻止得到那群即日來回到澳門賭錢的香港客 那裡是說幾千人 大家可以看出入境的數字 非常驚人 現在停了也是好事 使得他沒有意欲再過去賭錢 因為一回來就要在家中困住14天 此外本港就會停止轉機服務 這也是好事 使得那群大陸客 不要再買機票來香港打擾 在關卡的時候 嘰嘰呱呱示威抗議 迫使機管局要安排專車送他們回大陸 現在這群人就不用再打擾了 一來已經不能轉機 二來 非香港居民是不能通過香港的機場入境 所以你只能夠遭到遣返 最後這措施就有問題了 他就說 那些經過大陸台灣澳門入境的非香港居民 如果在過去14天去過外國 都是不准入境 我只是想請問你特區政府 為甚麼都要留一條尾巴在綠路口岸那裡 就是不肯封了那個大陸關口 你林鄭博甚麼 是不是要怕得罪大陸 或者是要拆北京的鞋 所以就不去做呢 你現在說叫他過去14天之內去過外國的 就不讓他入境 這些是沒有意義的 你是依靠那個旅客真是誠實可靠 如實這樣說行程給你聽 你才可以禁止到他入境 如果他都有心存心要進來香港 他怎麼會告訴你才行 而且你這一套措施背後的思維就是 大陸已經安全了 澳門安全 台灣安全 台灣也是中國的一部分 所以我就不會禁止那些旅客入境 浪費了 大陸那套數字是不是可信 況且大陸一樣是有輸入的個案 澳門一樣是有輸入的個案 你一天不對所有非香港居民 包括大陸的居民 實施全面封關的話 根本上就沒有辦法從源頭倒截外來輸入的個案 這個留了一個缺口 那些人繼續入境 如果他在香港有親戚 就可以投靠親戚 進行家居閉關十四天 然後你只是對他 比如說電話監測 或者給他電子手帶 這些措施已經證明了是沒有效的 你就算給了電子手帶的人又怎樣 只是說今天 有市民就發現得到 在荃灣站的車廂裡 竟然有一名綁著電子手帶的女人在坐地鐵 那就證明得到你這套電子手帶的系統是廢的 還有 有兩個綁著電子手帶的人 竟然在帝城酒店旁邊的七十一門口 拿著一些凍飲來敷額頭 不知道是不是發燒 這班人 有沒有搞錯 你這些什麼電子手帶 然後隨時可以被人拆了出來 然後又放在網上演野打卡 你根本上這套系統就廢了 你維金的辦法就是什麼呢 就是禁止所有非香港人入境 包括大陸、台灣、澳門 全部都沒有給他來了 十四天 香港居民基於基本法的保障下 他仍然可以入境 不過你就不要讓他回家 反正現在整個酒店業界都叫救命了 都說要積極配合你政府的防控工作 總之那些回到香港的旅客 有錢的就麻煩他自廢住酒店十四天 沒有錢的就自廢住中心 封劍遊人 這樣做才是從源頭倒截外來輸入的個案 而不是像林鄭那樣 你故意保留這個陸路關口 故意不封大陸關 那你為了什麼呢 好了 第二樣措施是什麼呢 就說所有來自英國、美國和歐洲國家的 無精壯人士都需要強制接受測試 我覺得這是沒有問題 第三方面是什麼呢 他就說 會繼續嚴厲打擊那些擅自離家的人士 包括設立一條熱線就被市民去舉報 我就覺得完全是社本續末是多餘的 不是說市民不應該密切監察到底哪些人 是帶著電子手帶周街走 當然見到這些人是要踴躍舉報 最好你有條熱線就對了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要推行這個措施呢 很明顯就是因為你搞電子手帶是嚴重的失誤 最好的辦法就是所有入境香港的人 去住酒店或者住中心 不要立即進入社區 就可以阻止到這些情況發生 是不是 到底你有沒有考慮過這件事呢 哈 你說目前因為有兜友已經進來香港了 對 你設立這條熱線是對的 等到更多人可以更快找到政府部門的人去拘捕這些人回家 或者就叫他們拘捕到中心 不要回家了 你反正都這麼喜歡逃街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接下來每一天都還在說有幾千人進入香港 那些全部都是香港人來的 他又要回流了 又說怕死在外國 不要緊 你回來就回來 但是你不要到處逃街 你唯一的辦法就是 送了他們入酒店或者送了他們入中心 中心沒有地方就入酒店 自費 是不是 你就不能夠再直接給他回家 因為只要有百分之一的人不守規矩 都可以造成非常之嚴重的後果 可能有些人會問 你沒理由為了百分之一不守規矩的人 要犧牲另外的九成九 沒有辦法 如果你認為入住酒店或者入住中心十四天 對於你來說是很辛苦的 你就不要回來 是不是 誰叫你回來 回到來就耳隱隱隱 還有這些人不要找諸多借口 就說我沒有錢住酒店或者住中心 你沒有錢就有錢買機票 沒有錢就不要回香港了 反正外國風涼水冷 不要太誇張 第四方面就是 林鄭提到要減少社交接觸和聚集 因為近日酒吧和聚會所產生的個案是很多 由於酒吧消費行為本身就高風險 如果有些人喝醉了 更有機會出現親密的行為 因此政府將會修禮 禁止全港大約8600家領有酒牌的酒吧 食店和會所是賣酒的 他同時就希望酒樓和餐廳業界 提出減少聚會的自發性行為 如果仍然是無效的話 就會在法例那裡付權去做事 老實說我就不喜歡為鬧而鬧 你叫那些酒吧不要賣酒當然是好事 但酒吧都不賣酒還有什麼賣 你不如索性就要求那些酒吧停業 健身室停業 民喻康體設施會所全部停業 食店只是准做外賣不准做堂食 這些措施一定要雷厲風行才行 英國正在做 加拿大正在做 美國正在做 香港不能落後 是不是 至於那些店舖的老闆 又不用急於走來留言板 打我們 說你這些建議不設實際 就會使得經濟衰退 就會使得很多企業倒閉 我就告訴你 特區政府在勒令這些店舖關門的同時 一定要代僱主 幫僱員滋身 而且幫你交租 就這樣行 28天 大家一起停擺28天 其實各行各業都應該要這樣做 剛剛 特區政府應該要仿效 約翰遜首相 全部停業 麻煩你 是不是 你就代出糧 那麼多錢 你做什麼 放些錢 你做什麼 你一定要全面去做 才行 好像你現在這樣 做點又不做點 只是禁止他賣酒 到底你制定這個措施的之前 有沒有想清楚你這個措施的目的是什麼 你是要防控 你是要防止那些人聚集 他不在酒吧聚集 他就去其他地方聚集 你如果要防止那些人聚集 唯一的辦法就是全面停擺 所有的工商業的活動 全部停頓 除了保留超市以外 沒理由去超市聯歡 是不是 你一定要這樣做才行 特區政府 不要看到那裏有個案 你就禁那裏 浪費時間 告訴你 你不停在浪費香港人的時間 土選就已經沒有了 這些事情你都做得那麼立落 那麼漏氣 有鬼用嗎 是不是 哪裡有個案你就禁哪裏 浪費 應該全面禁 而最討厭的是什麼 林鄭在記者會的尾聲 竟然在那裏扮心情款款 扮哭 扮感觸 他說什麼 他說要向所有在前線的醫護人員 表示深切的敬意 因為他們 都會有感染的風險 這班同事已經很有毅力抗爭了幾個月 如果這個時候有於 有小部分的人故意違反家居的檢疫令出去打球 吃一下車仔麵 而導致社區爆發 我請問他們對不對得住這班同事 最對不起醫護人員的就是林鄭 是不是 人家搞的工業行動 還要求你全面封關 說了兩個多月 你做了沒有 就是你沒有做到 到現在都不肯做 到現在都要留下一個缺口 浪費 那時候又說 不可以歧視某一些旅客 你現在歧視了全世界 是不是 今天的我就打倒昨日的我 還在這裡裝作 對醫護人員表示敬意 你對醫護人員也會有敬意嗎 在那班醫護人員 在搞工業行動的時候 你以一種什麼態度 什麼口吻來 說別人 說別人善離工作崗位 是不是 什麼說話你也說得出 最難聽的說話你也說得出 現在又說對他們有敬意 收檔 最對不起醫護人員的就是你林鄭月娥 說完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